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们关系 应当说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也就可以理解佛教为什么只是教育 而不是宗教 在佛学里 佛是指证悟了宇宙万法 这里的法是指一切事物 实相的觉悟者 有三种含义 一正觉于一切法的性质相撞 无增无减的 如实的觉了 二等觉或变觉 不仅自觉 即自己觉悟 而且能平等普遍的觉他 即让别人觉悟 三元觉或无上觉 自觉觉他的智慧和功行 都已达到最高的 最圆满的境地 所以佛也叫无上正等正觉 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便知一切 这点和西方人所称的上帝一样 但佛又不是上帝 佛不是无所不能 而且 尤其要注意的是 任何凡人都能修成佛 而西方宗教中的上帝 却没有任何凡人可以修成 再详细点说 佛具有三身 四智 五眼 六通 十种大乐 十八大空 十八不共法 三十二种大丈夫相 八十种随形好 三学 四地 十二因缘 三十七道品 六度万行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法界为体 入一切时间和空间 传定谢托三昧深入无际 智慧无边 便知一切 目前科学发现 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中 有上千亿个类似太阳系的星系 银河系的直径 约十万光年 亦光年 光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 走一年的路程 银河系外还有许多 类似银河系的天体系统 称为核外星系 目前人类已经观测到的 大约有十亿个这样的星系 两千五百多年前 古印度北部加皮罗卫国 经尼伯尔境内的王子乔达摩西达多政 悟成佛后就是释迦牟尼佛 发现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的宇宙中 存在无数的世界 其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众生 以一个太阳系来做划分 一千个太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 又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一个太阳系 佛经中称 一个大千世界中会有一位佛 因而称这个大千世界为佛徒 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我们 无时以来 宇宙中已经有无数的人 证悟成了佛 虽然从究竟上说 每尊佛平等而无二无别 但是阿弥陀佛还有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等众多名号 依然是非常独特的一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任何人在修成佛以前 集修的进程中 一定要先修菩萨行 先修成菩萨 然后才能成佛 所以菩萨是因为 佛是果位 而所有十方三是一切诸佛 在其因为之时 即在修菩萨行的过程中 必须发愿 这个愿有总愿 亦有别愿 总愿就是共同的愿 又叫做通愿 比如说我们天天做功课念的 愿一切众生 具足乐即乐因 愿一切众生 永离苦即苦因 愿一切众生 不离无苦之乐 愿一切众生 远离 爱增助平等舍或者 众生 无边誓愿度 法门无上 誓愿学 烦恼无尽誓愿段 佛道无上誓愿成等 这是共同的通愿 我们大家集三十诸佛 没有不通这个愿的 这个愿也是总愿 别愿呢 则是个别的 每一个佛菩萨 根据自己不同的阴地 环境 情况 以及救度众生 不同对象的情况 所发的愿 就叫做别愿 菩萨没有不发愿的 他的愿 修成圆满了 那就是成佛了 比如释迦牟尼佛 发的五百大愿 当时是大悲菩萨 要施佛的发的十二大愿 当时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后又是要亡菩萨 普贤菩萨发的十大愿 以及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等等 要施佛在阴地发十二大愿 一行十二大愿 行满了 要施佛就成了 释迦牟尼佛发五百大愿 也行五百大愿 行满了 也成佛了 而阿弥陀佛 在无量劫前 施法葬比丘 于是自在王儒来前 摄取二百一十亿 诸佛妙土的清净行 发四十八大愿 发的四十八愿 则最为殊胜 他愿行满 而成佛后 为我们凡人 往菩萨及佛的果位上 修行建立了一个 极其完美绝妙的大场所 也就是阿弥陀佛 极乐净土世界 其地方在哪里呢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大成显宗和密宗 都有阿弥陀佛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世界的形成 一方面是由于阿弥陀佛的发愿力 另一方面也是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智慧幻变力所致 大家都知道 正得出的菩萨果位后 具有超越世界的力量 三清净地的菩萨 指八地至十地菩萨 大家熟悉的观世音菩萨 则比十地菩萨还高一阶 是等觉菩萨 离成佛紧一步之遥 他曾经闻千光王净注如来 说大悲咒 而直接从出地正到八地 具有无情做的力量 到了佛地的时候 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力 所形成的沙土 是我们樊夫人无法想象的 就像幼儿园的小孩 不理解理论物理学 以及其他高科技原理一样 我们樊夫人的智慧范围 非常渺小 犹如真言那么大 根本无法揣夺 佛陀广大无边的境界 佛说无量寿经详细记载了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其中之第十八愿云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智慎性乐 欲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第十九愿云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智心发愿 欲生我国 临受忠实 假令不与大众围绕 献其人前者 不取正觉 第二十愿云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信念我国 执重得本 智心回向 欲生我国 不果岁者 不取正觉 第三愿云 设我得佛 国中人天 不惜具足真金色者 不取正觉 第十六愿云 设我得佛 国中人天 乃至闻有不善名者 不取正觉 第二十一愿云 设我得佛 国中人天 不惜成满三十二大人相者 不取正觉 凡人很难在 这一生中一次 就修到菩萨果位 通常要先发愿 往生道 最适合修行的净土去 净土有很多 各有各的殊胜 但由于到了阿弥陀佛净土后 不仅其地至为美妙 而且我们可以不退转 而持续往菩萨和佛的果位上修 所以 释迦牟尼为我们特别推荐了 阿弥陀佛净土 阿弥陀在梵语中唯无量 或者无穷大的意思 难无示范文 Namas的音译 独坐那摩 意为至敬 归敬 归命 念那摩阿弥陀佛有许多的好处 这里不一一细说 基于阿弥陀佛深宏的誓愿 任何人只要具足性愿行 如法念佛 则一定会得到他的接引 而往生至真 至善至美的净土佛国 净土宗人 每天要念阿弥陀佛 十万遍以上 有高僧言 临终至成念十遍就可以往生道 阿弥陀佛净土 而密宗的修往生道 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 则稍有不同 那么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究竟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有 但不是在释迦牟尼成佛的这一世 而是在久远的前世 不止一个前世 他们曾经有过君臣关系 还有过兄弟关系 《悲华经》记载 在无量节 节是时间单位 分小节 中节 大节 我们所处的地球 共分成 住 坏 空的四大阶段 每一阶段的时间过程 均为二十个小节 在这四大阶段中 唯有住的阶段 可以供人类生存 经过程 住 坏 空的四个中节 便是一个大节 前 有一位宝海泛制大臣 劝勉吴正念国王发菩提心 建构净土 吴正念国王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这个泛制大臣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他在那个时候 曾经发了五百大愿 称为大悲菩萨 其中的一个愿 就是 他看到了 未来的时候 这个娑婆世界的人寿百岁的时候 是最苦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 众生的烦恼很重 福报危险 智慧微小 苦不堪言 由他的不忍众生苦的悲心 要到这个 着恶深重的世界 来度众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人寿百岁的时候 投生到我们这个世界 并成佛 法华经理记载 久远之前的 另外一个世界 有位国王 大通至圣佛 未出家时 有十六个王子 其中阿弥陀佛 在当时 是第九位王子 释迦牟尼佛 在当时 是第十六位王子 当时他们各自 受持不同的沙土 后来 释迦牟尼佛选择 我们这个 五浊变满的世界成佛 阿弥陀佛则选择 非常清净善妙的沙土成佛 阿弥陀佛成佛的时间 比释迦牟尼佛要早很多 在距今十节之前 在大成经论中 记载弥陀 及其极乐净土之事者 凡有二百余部 据班舟三昧经卷上载 阿弥陀佛有三十二相 光明彻照 端正无比 另据观无量寿经之说 无量寿佛 及阿弥陀佛之身 如百千亿叶摩天严幅 谈金之色 其身高六十万亿 那由他横河沙尤寻 眉间之百好又旋婉转 好象之大小 犹如五倍须弥山之高广 其眼清白分明 眼之大小 犹如四倍大海水之纵广 其身有八万四千像 一一相众有八万四千好 一一好中 有八万四千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摄取念佛之众生 于西藏 阿弥陀佛被视为无量光 无量寿二佛 若祈求智慧 则归依无量光佛 若祈求严寿佛乐 则归依无量寿佛 在密宗中 以阿弥陀佛象征 大日如来法神之庙观察至 称为甘露王 于金刚界曼陀罗中 称为受用智慧身 阿弥陀如来 居于西方月轮之中央 其身黄金色 杰三摩地印 密号清净金刚 三昧耶行为莲花 于胎藏界曼陀罗中 称为无量寿如来 居于中台八叶之西方 其身为白黄色或真金色 闭目 身住轻衣 家夫坐于宝帘上 截入定印 法相宗为实论 卷是说佛有自性身 受用身 变化身等三身 类似法报化三身 自性身指法身 是其他二身的根据 受用身指享受 正得法性知习的状态 此中又分佛之自身享受此法乐 称为自受用身 为菩萨说法 令他受此乐 称为他受用身 变化身即化身 是为教化菩萨与凡夫而化现的 自性身为理 身土不分 故弥陀与诸佛应无分别 受用身则分为自受用 他受用 阿弥陀佛是他受用报身 但地前菩萨 即凡夫二乘所见的弥陀 是变化身 出地以上菩萨所见 是他受用报身 出地菩萨所见 是坐于百宝连台座上 如观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六十万亿 那有他佛身 二地菩萨所见 细千叶连台座上的佛身 由佛的厚德 无漏之所变 为实地菩萨而现 其所居净土 细境居色究竟天 因此 凡圣所见的 阿弥陀佛不同 其应积而现种种身 是因众生福利不同 而产生佛身粗妙之别 一级能化的弥陀 随所化根基是现佛身 所化的友情 以弥陀所现佛身 为增上缘 凡圣各个随至实福利浅 身后博便现佛身 故所见佛身有粗妙之别 三贤的菩萨 二成凡夫之类 见化身小佛身 四善根菩萨 见化身大佛身 出地以上的菩萨 建作大宝连台 具无限妙相好的他受用身 此大卢舍那身是弥陀 对地上菩萨所实现的佛身 以此佛身为增上缘 地上菩萨 一个子之心时变现 相好圆满的广大能化 佛身而观 因此 菩萨尽致出地时 地前所见的列佛身前影 殊胜微妙的佛身显现 但地上菩萨 非不能见地前所见佛身 地上菩萨遇见佛便化身 亦能得见 因此地上菩萨 以他受拥抱身为正所见 渐渐变化身 其他各宗各有论述 不再详烈 所以宇宙中 生命世界很多 我们这样的生命 也不只是在地球上轮回 无始以来的宇宙中 在智慧生命的世界里 佛学早就有了 只不过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生命并有文明以后 释迦牟尼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候 降生下来 并把佛学带给了我们 顶礼十方三世诸佛 顶礼阿弥陀佛 顶礼释迦牟尼佛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恩您的收看 请点赞 订阅和分享 祝您人生吉祥 福会圆满 纳摩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